而0403抢政过后花莲百业萧条 那么为了振兴消费 花莲县政府从10月份开始 发放每人3000元的振兴券 那么为了抢攻市场 振兴券还没有到手 百货业者就已经做好了备战 推出了多项的超杀优惠 那么县政府为了避免造假 也针对了振兴券加强防伪 让业者可以轻松辨别 大大的花莲上面标示着500及200 这可不是花莲币 是花莲振兴券 为了鼓励花莲经济 花莲县政府推出3000元振兴券 面额有500以及200 正面有花莲县灰图示 以及英文花莲字样 背面则有花莲地图 特别的是200另有莲花图案 500则是株力图案 如果还是怕认错 花莲县这次和中央印制合作 特别有三大防伪 一扫就是扫QR Code 会连结到县政府的政经券网站 二刮就是刮开背面银漆 会显示花莲字样 子外光一照还会荧光 三照就是对着光源看 银仓的齐来山就会出现 民众降令看这边 10月12跟13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平单据到发放点 14到18同一时间到户籍地 或定居地公所领取 记得一定要带身份证及印章 除了查看防卫县政府也提醒大家 拿到先不要急着换现金 在这一段2月28号之前 你拿的振兴券到我们的商家去消费 都有很好的折扣 振兴券换现金前看一下各个商贩出其招 百货内就有不少业者 推出振兴券的优惠活动 从0403大地震开始 就是花莲这边的状况没有到很好 然后我们公司就是希望可以回馈 花莲这边的乡情 然后所以就是搭配我们振兴券的活动 就是有做一个3000然后变6000的活动 那像我手上现在这一款 是我们最新上市的QC消灶耳塞 那这一款耳机的话刚好定价就是6000块 那蛮多家长就是刚好想要帮小朋友 找耳塞设计就是因为通勤啊 或者是日常生活会需要 那刚好就可以使用这个振兴券3000块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耳机带回家 好康不间断各业者摩拳擦掌 准备抢一波振兴券业绩 另外还是要提醒民众振兴券不找零 消费钱还是要先算一算 记者综合报导